感觉到一切的众生心 处处菩萨所心中 是那功能奔藏生 追求的不是这种单纯的好听的旋律 它还要有一个平和舒缓的氛围 它还要有一个浩瀚宇宙的氛围 同样编曲不同声音编排 小学生领唱一股天真纯净 注入瓷季小行星 仿佛大人与孩子对话 科学家发现了这个 在地球围绕着身边多了一颗行星 他们决定到台湾 把这个行星的名字命名为瓷季 歌词里面讲到就是说 也透过瓷季的大爱的行为 然后才能够最后天空中有一颗行星 叫瓷季小行星 由瓷季人文置业中心执行长王端正作词 优人神谷创办人刘若宇作曲 台北场无量亿法水送金藏演绎 打破过去模式 邀请台北爱乐单纲演唱 这个歌词的每一个字 跟这个要去传递的讯息非常重要 但是通常呢 当人们开始表演的时候 他都会专注看表演 就比较没有会去听歌 所以才建议说直接用合唱团来唱 我自己也会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 因为这样子的作品 其实是我们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 去掉一些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一些特色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声音 我常跟他们说啦 就是你要想像你是很优雅的前行 你不是用跑的 唱得再有心跳一点点 感觉不要好安的天空 OK 好 我们再来一次 第一次跟大人一起表演 我是第一个唱作 我是代理 我也怕说万一歌词被错或者唱错 实际小行 行星比较难 节拍他有一些会换 我们平常都是四拍的歌 那他有时候会换个三拍 六拍 再四拍这样换 看似声不少不复杂 以十人齐唱为主 但讲求整齐 每位团员的声音不能太有特色 合唱时更是考验 十个人可能有的人快一点点 有的人慢一点点 有的人可能咬字比较扁一点 或者比较开一点 这个都不一样 所以要得到这个统一跟干净 其实是很困难 有很多唱得吗 对啊 对啊 我写一下 我写一下 耳熟能详的祈祷 也由台北哀乐接下 青藏演绎寻回到北部 在歌曲中融合新元素 带给观众更丰富的听觉享受 大爱新闻 林一婷 吕思璇 谢启全张略嘉 台北报道 再来是国际消息 要带您关注的是 以他战争发生 自己的战争